大家好,我是Den 最近在中国唐山发生了一起很多男人群有女性的事件 引起了网友们的共愤 而姚嘉义的成员舒华也为此事发生 引起了韩国网友们的热议 6月时候,在中国唐山的一个烧口店 一个男人用手摸一名穿白色衬衫的女生的背 遭到拒绝后 自己就愤怒开始误打这位以及来阻止的另一位女生 甚至与他同心的其他男人们还摔椅子用脚踩 做出了畜生一样的事情 引起了中国网友们的共愤 而昨天姚嘉义的舒华在微博发文表示 亲爱的女孩们 你们的痛苦,你们的恐惧跟委屈 抱歉,没有办法帮你们承担 但现在你们只需要好好的,慢慢的治疗 剩下的相信我,大家都会为你讨个公道 不需要对败类们大慈大悲 只希望在不幸中你们也能感到一些温暖 再来,我百思不得其解 受过教育或没受过教育的动物们也都知道我的道理 有大脑都为什么不懂 身为人,就请做好一个人 不要降低人类的品质 不过你们根本不配 虽然我不知道败类听得懂人话吗 但败类们听好,只要你们不来恶意伤害 根本不需要什么该死的自我保护 不要再把被害变成原罪了 真的受够败类的存在了 想到败类也在呼吸,我就想吐 司法请睁眼,不要手下留情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之前看舒华IG天文后就很喜欢她了 谢谢你能这样发声 一直都觉得舒华这个人三观都很正 真的给人很清澈又健康的感觉 我看了这个事件的影片后真的要吐了 几个健庄的男人们全欧一个女生 还拖着她 甚至一个女生在劝架,加害男人中的一个 没看出她是自己人,在后面瞅着头部打下去 然后看到女生的脸后才发现是自己人 就去抱了她 所以只要是女生就可以乱打吗 这真的是现在能发生的事情吗 到现在为止想到那个影片的话 都会觉得很不舒服,很想吐 我个人是希望大家不要去搜这个影片来看 真的看了之后一整天心情都会很不舒服的 希望他们都能遭到报应 对于舒华的微博发文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想一想 学校暴力加害者的记录 毕业后也要留下还是删掉呢 根据韩国法律 收到学校暴力5号处分以下的学生 该记录会在毕业的同时就删掉 而接受5号到8号处分的人 该记录会保留到毕业后两年 而韩国一位议员最近发起法案 希望3、4号处分的记录保留到毕业后两年 5、6号处分是毕业后五年 7、8号处分是毕业后十年 但是现在很多教育界的人表示 留下学校暴力的记录 也不能解决学校暴力的根本问题 而且本来已经有充分反省的学生 也因为记录保存日期的延长 而扣上了学校暴力加害学生的标签 并且如果记录保存到毕业后十年的话 在考大学就业的时候 也会受到不利的对待 对学生的未来会遭到很大的伤害 受害学生们一生都会在阴影下生活 更不用说考大学就业什么的 而且记录保存到十年的话 是收到了7、8号处分的学生 犯了这么大罪 现在竟然在担心这样的加害学生 当然要留下记录 让他们的孩子们也要知道 因为恶魔一样的人嗨的 受害学生可能要放弃人生 当然要给他们扣上恶魔的标签 大型经纪公司都让有霸凌的人出道 如果连记录都没有的话 不看都能知道会怎么样对应爆料的 如果担心被扣上标签就不要霸凌 我们要担心的是受害学生们的阴影 而不是加害学生的未来 但是也有这样的反应 没有证明过惩罚对预防犯罪有效 在美国也有很多研究结果表示 维持死刑制度的州 会发生更多的强力犯罪 所以就算留下霸凌记录 也未必能预防霸凌 应该就是为了让受害者 与受害者的家人们 得到心理上的补偿 而希望能通过法案 但是教育界会反对 也是能理解的 对于霸凌记录是否要留下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 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生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